《向老师行鞠躬礼》 同学午安 请坐 谢谢老师 刚刚在车上 我的心情也蛮好的 我希望凯丽跟凯蒂 你现在也正好在线上 他们昨天 不但把他们的字号 那个很早就传了 他们还把他们淫诗 他们的淫诗 也经过录音档传给了师姐 刚刚师姐在车上 让我听 第一首《床前明月光》 你们两个地方的运 还没有拉够 就是第三句 举头 后面那个运转过去 举头 往明月 举头 始故乡 就是那两个头字 因为学生讲 来了 我们跟他检讨 他就会进步 来 清明时节雨 纷纷 你们的第三句的那个有 这个 清明时节雨 纷纷 纷纷 路上行人 雨 短魂 纷 借温 旧 旧 家 何处 要 高呼 猛烈强 就这个地方 那个胃一定要到 母童 腰 子 又是赏身 子 心 化 醇 我们那个 我们是那个音 好像是含在喉咙 并没有 并没有出来 你慢慢学 慢慢会的时候 那个蹭音 就会慢慢地收下来 这是你们第二首 那个赏身的地方 那 这个春夜 落成文迪 昨天的 他们马上学 这个两个姐妹一起合唱 你们的第一句 起音低了 第一句起音低 就显得乱 然后我记得 我昨天给你们的是 散入东风满落成吧 我的讲义是 春风还是东风 我记得是 东风是吧 我看一下 因为他们唱的是 春风 两个人都唱春 我就吓一跳 昨天给你们是 东风还是春风 散入东风满落成 所以可见凯蒂凯蒂 你们唱错了 这个地方 然后你们的 谁家御底 起音非常重要 起音是抢那个 first impression 你的第一印象 给人家觉得 你这个曲子 能不能听下去 所以你们起音 那个地方乱了 后面两句唱得不错 我再唱一遍 我们现场的人 也在一遍 你们听听看 谁家御底安飞生 山入东风满落成 此夜去中 问这流 问这流 谁人不弃 故远亲 此夜去中 闻着流 何人不弃 故缘亲 何人 我讲过 因为第一句是谁家 能够回避就回避 有个版本当然是谁人 我才会一直记得 我们唱何人 来我们现场同学 我们先把春夜落成文迪 因为凯蒂凯蒂唱给我听了 所以我就再教一遍 大家复习一遍 谁家 谁家 三世 谁家 于地 安 飞身 声音放出来 山入东风 满落尘 此夜 此夜 去中 闻着流 何人不弃 故缘亲 此夜 去中 闻着流 何人不弃 何人不弃 故 缘亲 大家一定要清楚记得 我们的几种诠释诗词的方式 你到了唱 平良心讲 必须要有些活龙 因为你要唱出来 人家要听 如果人家 银额 自己在那边诵读的时候 无所谓 所以银额的时候 你不要用 不必用太多的 清明 四 折 五 分 因为那是你自己 对诗的感受 也许哪天 上天 你当老师 你要把这个申请 传给你的学生 也许那个申 会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绝不影响 你感情的表达 在学校 好多人在 学生都在问我 老师 我天生是 那个阴痴 我的声音如何 这般 可是又很欣赏 你们在音声 我说你就开口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 三次 慢慢你的声音 就会觉得 我原来这样子出生 是感到比较和谐的 那你就诗 就让人家感觉到 真的是温柔 敦厚的感触 就会出来 我们把前面这个 今天要将四支 我们把三江韵 OK 把三江韵念一遍 看看你昨天碰到的问题 我的助理 有没有在早上 都调整好了 来 我一看是调整了 来 鸡对偶 字对双 闪失 鸡对偶 字对双 大海对长江 金盘对玉斩 宝珠对银钢 珠七剑 闭纱窗 武调对割枪 心汉推马舞 剑下柱龙旁 四收裂果群王夫 三足高层重敌祥 夸奉登台 潇洒献祭 秦龙玉 展示当道 英雄天子 汉 刘邦 我们看第二段 来 颜队帽 闪失 颜队帽 相对谷 不颜队 苦荡 平坚对割股 遗难对心香 真想散 月床床 传配对飞香 尤其是迅满 刷炼飞心 非常好 就是这样的节奏 所以我说将的运非常少 他用了两段 你看只剩下黑黑那几个 黑黑那几个怪字 大概你只有窗户的窗 也许你还会常用到 其他的字都很少用 对不对 都很少用 所以 你看窗户的窗 其实他在这边 这边他也用到了 那个窗 他也用进去 所以他不晓得怎么挑 挑出了两个 一个有画 一个没画出来 其实 鲤鱼也已经用上了 好 我们看今天 四肢运 来我们先念第一段 全对四 我这样念你如果十字遮身 还是入身了 你们就按照你们的 The first incarnation就这样念 我们等一下再来检讨 他的评测 散世 这边对神 但对志 对祖对禅思 三领对神谢 一五对五十 五色彼 十相思 默默对传之 神奇谈贷卷 雄本离平时 准处花贴心 就会将近淡明居 万一中间 但是面同温暴散 一笔高雨 好 很好 我在练的时候 或是我在唱任何诗词 因为我对任何一个评测声 或是评赏剧书很熟 所以你叫我练 全对十 我是不会这样练不出来的 所以你看我刚才告诉你 全对四 开始 我会这样练 我用我的概念 全是告诉你 石头的十是怎么样 入身 我说过了 在台语里头 九桃 九 它是入身 石头 你念读音 它还是入身 所以我们已经是很敏感 所以那个十字并不是出律 而是它是入身 上古平身 那些字好好整理 对你很有用 再下来 哪一句 我们也碰过了这个字 干对之 没有问题 下面呢 吹主对谈诗 应该是什么对什么 这这对平平 对不对 谈诗平平 没有问题 请问吹主呢 会不会觉得怪怪 吹 好 请记得 这个吹啊 挺麻烦啊 如果按照这边 因为它很明显 它是一个动词 因为吹对谈嘛 这个吹有两个读音 这个吹有两个读音 当动词的时候 它读平身 所以这个地方的吹 它是第一个字 它平身 的的确确它出律了 它应该是这这嘛 对不对 那个竹我们说过 所以那个竹是 现在念二身 其实古代是入身 跟石头的石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个结构 动词对谈 竹对诗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吹是出律 就只有这个字 但是 请记得 竹没有问题 因为竹入身 就是测身 但是请记得 吹如果练吹 我们台语里头 本歌吹 本歌吹 其实本歌吹的时候 那个歌吹 那个字 发音是错的 本歌吹 那个吹 当乐器的时候 鼓是打击乐器 吹就是吹的乐器 弹是弹奏的乐器 所以他当乐器的时候 这个吹 念去声 念吹 当然我这个地方 我绝对不会叫你说 吹柱对谈诗 不会这样 因为他当动词用 听得懂吗 吹这个字 凭这两读 凭声的时候 就是我们吹 动词 吹消 吹笛 这声的时候 是指那些 要凭吹 表演的那些乐器 像 消 笛 笛 都可以吹 知道 吹出来的乐器 就念吹 要记得这个字 凭这两读 好 下面 山庭对水泻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当然知道 我刚才讲的 诗 你只要选乐器 就叫做诗 所以说我们 施主贯儿 不管你吹的 不管你弹的 都深深进入我的耳朵 这个大家的 山庭 没有问题 我们到山上 常常有些地方 你要人家歇歇脚 或是看看风景 或是有一个 可以眺望的地方 都会进个亭子 我们在都市 你比较不会看到 在乡下 真的有好多好多的 善心人士 我说过 我是花莲山海 滋养的一个小孩 我们到 只要到一个地方 比较远的地方 或是比较高山 路的拐角处 你就会发现 不知道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后来才知道 大人讲说 是哪一家的人 他就会做一个小茶几 摆个茶水在那边 然后让登山的人 或什么 让你去弄茶水 我们现在好多的寺庙 在山上 你看出家人到 这个河底去挑挑挑 挑水也是一个功课 你挑水 他的学问 你看那么辛苦的打水 要到山上去 师父来看你有没有入道 心有没有进 我们在乡下 你为了怕那个水 溅出来 通常会用芋头的叶子 知道 或者说你看很像 很像那个 大的叶子 或是香蕉 盖住 免得你的水溢出来 弄脏了环境 或者说有些挑粪 我们古代粪也挑 我们在乡下 粪是挑来堆肥的 因为它并不像现在 车水 那个水龙头 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挑 也是一个学问 然后你如果刚入门 刚做什么 日常功课 就是你的功课 就要看看你 磨练到什么地步 有些人能够挑到那个水 一点溅出来都不会 那才功夫到家 磨练你的性质 急不得也 好你想想看 从西底挑到山上 人家放在那边 所以一滴水 都是像甘泉一样 你要惜福 你要珍惜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给你一点 点滴之水 你要全勇与报 就是这样 但是山好累 一转角看到 人家摆个茶壶 多贴心 你只要山上有寺庙 基本上出家人的心肠 是很良善 他们都会 给那些 世上的大众来这样 所以山亭 水泄呢 我刚讲 山你可以浏览山井 水我们要纳 水上的凉风 看看这个荡漾的水气 我们就会在水边 木头盖一个 豆柳的地方 就叫做蟹 山亭水蟹 我想这大家应该 也蛮知道的 然后鹦鹉对如痴 这个 刚刚我还没有 抱歉 我还没有把全部的 凭着看完 我已经在解释了 违反了我们 教课的原则 我们还是把它对完 抱歉 我刚刚因为为了 为了讲催足 就开讲了 那个山亭对水泄 拼拼对这这 没有问题 那么鹦鹉对如痴呢 鹦 对了 这个没办法 它就是一个 平生 请问鹦是本地的 还是外来的 你能不能说 那个鹦在学我说 那个武在学我讲 不能 鹦鹉绝对是外来的 我上次说过 钱穆先生这样的统计 鹦第一个字 它出律了 鲁词 没有问题 所以鹦鹉的鹦 有问题 好底下 这一节 这一小节 应该是 好多字 你要特别记得 对不对 五色笔 它的凭着是什么 你直接念过去 这五色笔 这三个字都是什么 这 这 各位 我说过 在所有的声调里头 孤贫是最忌讳的 所以鲤鱼 孤贫 闭得非常的紧 我这样全部看过了 大概一个地方 还是两个地方 有问题 像这样 这这这 那个孤贫 最忌讳 再来就是孤这 贫 贾 这 这可以比孤贫更松 三个贫 贫贫贫 也最忌讳 要是我没有记错了 鲤鱼的 对于你的贫贫贫 似乎没有出现过 跟孤贫一样非常的少 但是这这这 却出现了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少见的音律 五 也没有说要练平生 照道理讲 这边要对的是 平这这 这 平平 对不对 十相词 所以十 你知道又是入生 所以它并没有出律 就是那个五 它在第一个字 它没办法 我讲过 有些典故就是五色笔 我们没有听过三色笔 没有听过两色笔 知道 后面看典故 你就知道 哎呀那五色笔 被人家一收掉了 财情就没有了 这也蛮有意思的故事 所以这不能动 这就好像说 我说这个一平可以对三好 那我们急的是 如果是四好 这是我们的标杆 所以老师 我用四好能不能 如果对凭着而言 我要你非常的工整 当然我会告诉你 是不是想祈祷的方法来对 但是如果你要宣扬 我们就是四好 对不对 安好心 说好话 读好书 做好事 那么何妨这个四 就不必顾了 你不要说 我的一平是这平 哎呀我的四好 变这这 哎呀四好可惜 可惜但是有意义 我们就不懂它 知道 就像五色笔这个地方 它至少就这样处理 这我替它这样解释 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故事 好 十箱子的食物出现了 没有问题 再来 泼墨对船只有没有问题 对泼 哎 你如果会念到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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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入身 所以也没有问题 只要你知道 它是上古的入身字 所以你就知道 这这对平平 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好 下面来一下 神奇寒干化 熊魂 李灵师 有没有问题 各位 神奇 瓶瓶对 这这 瓶瓶瓶 这这 下面应该是 这这 瓶瓶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 假如你知道 魂这个字 可以瓶这两读的话 这个魂又等于 我们现在讲说混了 一个三点水在困那个字 所以绝对没有问题 平常你在练的时候 都练熊魂 熊魂 魂然一体 但是那个字也可以练混 混圆 什么的 混怎么样 所以这个也可以练这身 如果这边练这身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字 熊字 瓶这不合 它在第一个字 那个魂在第二个字 绝对非常关键 变成瓶这 这瓶瓶 第一字不论 它也合律的 合规矩 知道吗 所以这个地方 要练的时候变成 怎么练 熊魂练什么 熊混 知道没有 因为它是 凭这可以两读的 混跟混 都是浑然一体 知道 你看我们说 他喜欢鬼混 人的一些规矩很清楚 他偏偏毫不在乎 反正那个也叫做混 听过混水摸鱼吧 你也听过浑水摸鱼吧 知道 浑水就污浊的水 如果你要练混水摸鱼 在污浊的水里头 你也乱拨乱拉的 所以这个字 绝对没有问题 熊混 李林斯 在一个格律上 你绝对可以练这身 你平常跟人家讲话 熊魂 绝对没有问题 来下面七字句 几处花街心躲紧 凭这是什么 这这 平平 平 这这 有没有看到躲 各位这个躲 又是入生 所以我是觉得 李渔真是 很用心的要把 我在想他大概已经知道 好多人对这个 入生字大概慢慢会有痛苦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叫做 Fortune Tell 叫做先见之明 他如果知道说 北方鹰把南方的那个 入生字都混掉了以后 他大概蛮忧心 编了好多这种 我们现在练平生 后代练平生 上古座入生的字 这个字能够断 台语断 我们就会练断 夺 所以绝对是个 入生字 所以他并没有出力 好下面好好看 有人相近但宁之 有没有出力 有还有呢 相非常好 他的平这是 平平这这这平平 所以就造成 一三相救 也就是我们讲 本具之救 所以你就看 因为他这个人 第二个字 他是平生 如果那个相近的相 他说有人草静 假设这样 几株花街 你说花可以对草静 各位一草跟一有 两个字身就夹了一个人 孤品非常严重的生率问题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说他很细心在处理 有人相近 好下面 万里封烟 我上星期才刚刚介绍过封烟 叫烽火 我们讲说狼烟 遮遮平平 战士鞭头 珍宝寨 遮遮平平遮遮遮 请你看下面一个 这个赛 练塞也是两种 如果你练国语的时候 鞭塞保塞 都练色声塞 车子非常的堵什么 堵色 他练色不练塞 堵色 我们现在都喜欢连堵塞 这个字在古代没有连平生的 这个就语音转调了 还有人在故意说人家 这个人好塞 没有这个音 堵色当动词 边塞当名词 好请问 上面两句没问题 但是万里封烟 你要去对一离高语 有没有对上 万里封烟 风源平平 所以一离要怎么样 要封烟 对不对 要平平 可是他的一出绿了 有没有看到 好请问他有没有旧 有 他的高 各位高不旧 离又变成什么 孤平 有没有看到 所以他又采用了 第一个熬 第三个旧 又是本具自旧 上熬下旧 现在这个你们应该很老练了吧 这个格律自己作诗 以后这些都是你的观察点 切记评神 孤则稍微可以原谅 那个平平平 千万要也要回避 这这这 偶尔放一下 能够避就避 孤平是最忌讳 尤其是律师 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做好 来 龙夫村外敬诚实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练诚实了 因为他宝晒 知道 你现在这个字还可以练什么 秤 还可以练肾 四匹马架一辆车就叫一肾 那时候绝对练肾 我们说秤实而取 你也可以练秤 你也可以把它赌平身叫诚实 因为这个地方你要对保晒 它一定是平平 好 这个字解决了 请问上面有没有问题 龙夫村外 有没有问题 村外的村 它是平平涩涩 各位像龙夫村外 因为它是一个节奏的切 龙夫村外这样切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平平平连在一起 因为村是属于外的结构 它不是属于夫的结构 你断的时候 龙夫你会稍微停 村外你会这样断 它不能看到平平平 不能这样 它不是下半截 所以有时候回避 你在读的时候 把它切一下 就不会让人家有那个错觉 龙夫村外 尽城时 那个村 的地确确 一折 一折 它用平了 好 这是大概平折的问题 我们现在回头来解释 刚刚我已经解释到了 吹竹弹诗 就不再说了 我们说诗竹之乐 就代表音乐 然后现在山亭水泻 就讲完了 鹦鹉对如枝 刚刚我说了 像鹦鹉 外来的 像如枝 如词 我们有的时候会读编 有编读编 我相信你读如枝 人家也不会说你错了 因为它是编 词 当然 我们的国语 这样注音 它是平生 你所在的台南 就有好多的如词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 有一个四草国家公园 知道在那边 现在你还做那个海龙号 以前自由行的时候 很多的那个财 牡蜜的那些 那些那些人家 常常就自己搭着小船 在河海交界 捏过去海峡 跟我们各方留下来的河交界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 就养了 我们说鹅啊鹅啊 有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 去弄 然后去烧烤 去吃 你就想起来 也蛮有办法的 然后各位 那个水面上 就有好多的炉池 他们就是挑鱼吃的 挑鱼吃的 所以说鹦鹉 它是飞在陆地 炉池就是在水上 这是两个禽鸟 它也不是说 刻意这样抓过来拍 这个鹦鹉 有时候学人说话 鹦鹉前头不敢言 你们如果读唐诗的话 怕那个鹦鹉啊 学了我的抱怨 学了我的话 让人家听到了 我就好 不好意思 唐诗里头 有个人写那个鹦鹉 好可爱 我也曾经被鹦鹉骗过 我们一个老 我们那时候叫训导长 他退休以后 我们到他家去 他养了八哥 Token 那个巴西的国宝 知道吧 八哥 然后我们一起 一敲门敲门 里头讲了 里头就一直跟你说 主人外出不在 主人外出不在 我们觉得奇怪了 明明你就在家 怎么说不在 连学我们训导长的事情 都学得差不多 我们站在那边 站了老半天 我就奇怪了 这训导怎么那么奇怪 人在外头偏偏讲不在 后来他隔壁的 看到我们在 他说 那不是他在讲了 他们的八哥在叫 你看看 你想想看 我们在论语里头 也有懂鸟语的 对不对 你看到有个秦章 知道吧 子章 叫秦章 我上次说过 诗矿 用职业 因为你这个行业著名了 我就用这个职业来称赞你 用你的旅望来称赞你 古代在称人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每一次读到 头都会痛 我昨天还在考 马来西亚现在 有一首诗就出了 明明是绿野堂 我昨天说过吗 他偏偏讲令宫 绿野堂是中唐时代 那个裴杜 那个宰相 你应该看过 那个戏剧叫 裴杜环带 那个裴杜 宰相在洛阳的园亭 明明姓裴 怎么叫令宫 你们不要告诉 马来西亚的华文老师 我去下个礼拜去演讲 我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他们 看有没有人查 原来裴杜当过中书令 知道 裴杜当过中书令 就称他叫令宫 我要宰相大人 所以你看到绿野堂 这个地点熟了 你就去看裴杜的生命 原来他当过中书令 所以白居很客气的称探 他叫做令宫 所以令宫 民满天下 逃离满天下 何必在中华 大家都知道你 唐诗里头讲 天下谁人不适君 每到一到一到 大家都像我们上人 不能到哪里 就说净空上人 天下谁人不适君 所以他用直称来称 所以有时候 你读我们的中国书 中国传统的典籍 这方面真是 名 字 号 嗜好 知道给你风绝 然后你的礼望 你家乡的水 你家什么 常常就来 然后还要两个名称 并称 这两个人当代相同 我们就叫李渡 那个叫陶谢 那个叫王梦 搞得你头昏脑胀 但是你读熟了以后 习惯了 一再出现这个名字 你了解了 就我浑然知道了 所以 我讲过那个 这个八哥鹦鹉 学人说话 学到像人一样 你不要以为 只有你人会这样 我们在古书上 就好多懂了语 我请问 现代有没有 懂欣欣说话的 在非洲 好像也得到诺贝尔奖 什么人 那位女生 女士 女学者 什么古德 对不对 种古德 你看看他会欣欣 他可以对话 21世纪 所以不要轻视这个鸟 也不要轻视人 人跟人之间 有生命之间 你相处久了 你就会有一些默契 我的习惯 你的习惯会学你 我就会跟你互动 所以在论语 你看那个时代 就有一个叫秦章 子章 他就懂得鸟语的人 而诗矿 我常常是你前面引导的人 你就知道 那个矿 他是在引导 失明者走路的人 我们现在当然是叫 有导盲犬 所以事件会很妙 不然有 我们讲马戏团 里头那些禽兽 怎么叫你跳就会跳 叫你做那个教会就那个 经过训练 在台湾 还有牛会算数学 猪会算数学的 你在听过吗 我们那个连带说 加义 你跟他说 二加三多少 那个牛就会点头五下 五 哎呦 你不要看猪八戒猪八戒 猪的智商很高 很聪明 所以我们说人类 那个海豚 我好像提过这个了 你假如愿意 把你的心意 我们说推击吉人 相互的尊重生命的时候 你就看看每一个东西 每一样动物 都有他生存的道理 老天让他们有一块地盘 一定有的道理 所以人跟他互动以后 真的就会讲话的鹦鹉 好 假如鹦鹉是在 上面 卢汁就是在 卢池 我常常就被地方上的人搞过 卢汁卢汁 我们去的时候 卢汁 如此 他就在水面上 寻寻觅觅 我最喜欢 提的是那个白剧的一首诗 白剧曾经写那个白鹿诗 我没办法 我慢慢念 我也是现在看到这个鸟 我就想 你写得真好 人欣赏是一回事 但是在动物本身究竟怎么样 白剧竟然替他想 他是这样子 写那个白鹿诗 说水浅 鱼吸 波鹿鸡 说水浅 鱼非常的少 站在旁边的白鹿 非常的饥饿 水浅 鱼吸 波鹿鸡 我喜欢波 就是白鹿鸡 劳心 瞪目 待鱼时 劳心 心里一直想要 有没有鱼啊 有没有鱼 瞪目 张着眼睛在望 张着眼睛在望 劳心 瞪目 然后做什么 在等那个鱼 随浅于西 白鹿鸡 劳心 瞪目 待鱼时 等待鱼能够出现 后面两句 有意思了 前面如果只是 表象地写 那个白鹿诗的话 他要告诉人一个道理 外荣 外荣 闲闲暇 终辛苦 各位 我们人啊 从哪个场域看 那个白鹿诗 总是翘着他的脚 在水边 一动也不动 闻风不动 然后站得 非常的悠闲 那个样子 或是在那个 水跟草 摊子上 水沙子上 慢慢地步 步行 你会觉得 好悠闲啊 对不对 有秋江点秋江白鹿烧 那个元带的曲 不适之烟波钓手 看到白鹿烧 总觉得好悠闲 白鸡也要告诉你 他恐怕很饥饿 恐怕等no fish 没有鱼 不要加s yes 可是你看下去 外荣闲暇 终辛苦 外荣闲暇 恐怕内心急得要命 后面一转 非常有意思 是事而非 谁得知 这个就真的很客观了 是事而非 好像真的是很恶呢 又好像不是 谁得知 只非白鹿 又安之白鹿之乐 只非白鹿 又安之白鹿之渴 还记得吧 庄子跟废斯的对话 只非于安之于之乐 只非我安之 我不之于之乐 唇枪舌剑 读过那一段吧 豪梁之便 所以白鹿写了好不好 随浅鱼系白鹿鸡 劳心 瞪目 待鱼时 外荣闲暇暇 终辛苦 事事而非 谁得知 我有时候 看到那些小诗 在写那些动物 鸡 鹿尸 鸟 什么之类 我就觉得好喜欢 有时候 你背给小孩子听 小孩子好可爱 因为他观察到的 就是那么可爱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 出去了外头 然后再回想 这些同事 那个同事的同趣 你就会带出来 你的人 永远会随着 大自然 一样的清脆 所以我看起来 不就像是 三十出头的人吗 要点头 每个人都要点头 我哪里知道 我是浑然忘 我六十几岁 每天 每天对Freshman 进入大学里头 你就要面对 大义心声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 像当年金鸽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我们也是那么 飞跃的青春 哎呀 你就跟着年轻 年轻的事情了解一下 还有什么事情 把它扭转一下 需要互动 所以人跟人 人跟物 老年跟年轻人 都一样 没有互动 常常就有一些隔阂 Generation Gap 你就会有代购 有趣吧 鹦鹉 如果你家有养鹦鹉 你就教他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哪一天带来这边 我经过 他就谢谢王老师 我就奥米托佛 我们看下去 我刚刚讲五色笔 各位这是 全天下都知道的典故 为什么这个数目字 你不能动 你不能说一色笔 你不能说两色笔 各位请看注释第五 注释第五 非常有意思 我们有一个成语 什么都跟这边有关 江烟 各位宋奇良辰 南朝时代有个江烟 东晋文人的郭普 曾经赠给他五色笔 各位我们常常讲说 宝刀正英雄 常常就是这样 真的 这个是上方宝剑 我要传给谁 我要传给忠臣 他就可以跟你除恶产凶 你传给他的奸臣 就残害了这个忠义之士 传给谁相当重要 郭普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各位郭普有好多的游闲师 我们常讲一个人的那个 imigination 我们说文学 你要有想象 你要有inspiration 你要有灵感 有时候真的是 就像我们讲的 有时候有些天生 后天可以努力 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信像 你士龙工商 你适合哪一个 如果全天下 老天那么不公平的说 全天下人都适合做读书人 那我们都不要火了 百工这怎么办 一人之所需 百工为之备 一人所需要的 所有人为你具备 这就叫做人类 这就叫做社会 所以你要尊重 你不同的行业 以前把士 摆在第一个士龙工商 因为从宋代以后 就常常讲了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劝家师 你放上去第一篇 创造在上面 就会这样写 叫你要 叫你士尔朝 告诉你们要好好读书 那是宋代以后 刻意把它抢换 照着讲 士龙工商应该均等 现在工商社会 大概会这样走 但是我们工商社会 感觉到慢慢的 工商在弹头 士大夫的士 正正在下降 这也是我们非常辛苦 一定要把这个位阶 再救起来 我们固然不要像古代说 百公之首 或者士大夫 太拽了一点 但是让士 工商抬头的太厉害 就太明太利了 太势利了 就很麻烦 一切由利来考虑 所以这个郭普 是非常有才气的人 他学到有优先 可见他很容易想象 我说文学的要素 你有想象 你有灵感 你才会有文学来写 还有一个社会经验 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两者东西 如果你要保存着 老天给你的才华 有人说 越少受人事的感染越好 如果你的财息不大 你必须借助你人生的阅历 越丰富越好 因为越丰富 你的材料越多 这是两种 非常可惜 当然有交融的现象 是最好的 意思就是说 你有好的联想 你有好的灵感 你有好的社会经验 那就是 十全十美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两方面 所以有人说礼遇 我们昨天稍微讲了礼遇 如果他今天不是当 这个南唐君王的地位 他纯粹做一个文人的话 各位 他绝对可以做的 很好的样子 他也可以写字 陈心堂 他还能够制造 他还可以发明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跳芭蕾舞 有人说中国 跳芭蕾舞 李玉 知道 如果你要主要千细 要能够跳 那就像我们跳芭蕾一样 所以有人说裹小脚 因为你要跳那个 泥桑语曲 你就要恰似鲜乐飘飘然 所以在跳泥桑语曲 注意看 我说从西域传过来 西域女子在家的时候 常常踮起脚尖 就像芭蕾那个样 所以是蓝堂的朝廷开始推 结果没想到到清代 变成了束缚女人 很要命的一个东西 叫你裹足了 正常了 本来人家是为了跳舞而裹 到最后是全面归凡 这是对女性非常不尊重 所以我说李玉 要不是当君王的时候 他也许这方面的东西 留下了一些 跟李上一样一些 那些诗给你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李玉如果没有王国之痛 他摆错的地方我们承认 但是摆错的地方 他那个像一马奔腾的灵感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遭遇 把它画为这些笔 感动了后代多少的人 为这个阶下囚 又可爱又可恨 对不对 春花秋月何时了 写的那么美的东西 可是读起来又蛮难过的 这是阶下囚的声音 所以我说 能够这样合起来的人 毕竟是少数 通常是分两边 如果郭普的话 我们就站在另外一面 他是非常有想象 屈原非常有想象力 庄子非常有想象力 因为人间并不能够 将这些天才给框住 所以当这个人间的天才 框住之后 这怎么办 我只能把我的想象力 发挥到极致 有些人甚至于研究者 甚至于说屈原 有可能是灵媒 信不信有你了 你知道学术界有这么一派 其实我是认为他是想够 不相信你去学学看 天问 天上有那么多机构 你今天晚上给我开始设想 在天上究竟有多少 一黄大地 蓝天门 你可以设计多少名词 可是那个天问设计的名词 到西边的天门是什么 到蓝边什么中央 你能够想象那么多 你也佩服屈原 知道我意思吧 超多人 人间没个安排处 我没办法 人间没办法 安顿我的现实生活 也没办法 安顿我这颗心也不行 我终告诉朝廷 你的危机不听 我要压住我的灵感 又不行 我只好飘 飘到人世以外的外态 庄子如此 新家宣 每个人比清照 也都想要飘 因为人间不如意 所以那个郭普 实际上 那请问这样丰富的人 我要找一个人要给他 他就给了江言 哇 没想到财师大尽 各位 这就好像说 假设我们古代学毛笔的人 都有今天的那个 墨水制造的概念 都有那个沾水笔 那个墨水 他不必天天磨 不必天天磨 你看这个字写多少 古代叫你磨磨 也是看修养心心 有时候看你磨得云不云 就看你这个人 是不是很宁静的在磨磨 有些人急了是死尽的用力 结果他磨中间一直凹下去 你们磨过磨吗 那个清泉老师教你们是磨磨 还是用磨水 磨水倒下去慢慢磨 我们现在的那个 还是水 用水 哎呦好啊 我们小时候就是水下来就 就磨 在台湾那个佐水系的石非常好 在大陆就是安徽色县 色县非常著名 我们都没去过 我们都是一般常识就都知道 所以给了他之后看下去 后来他这边就没写了 所以就没写 你知道有一天 那个江烟做梦的时候 梦到什么 梦到了郭普出现说 我这个笔啊 借你很久了 我要收回来 各位这个梦一做 那个笔一收回去 我们有个成语叫什么 他后半段没写 江郎财敬 这个神话很有意思 那个笔给你收回来以后 江烟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 那个像江烟 他一定创作到一个层次 因为江烟所在的时代 就是希望注重磁彩的美 然后你说所哭藏 每一次都要造句 要对账 要如何之后 都很累人 有一天就写不出来 听说是五色笔被收回去了 所以我们讲江郎财敬 那个江郎就是江烟 这是一个 另外啊 你看看梦 梦花 所以我说做梦 各位读的这一段 今天晚上你最好梦到时候 有人收一个五色笔给你 你看江烟梦过了 李白年少的时候 听说也梦到生花 知道所以后来天才 这个后 非常的善意 天才善意 善就是非常丰富 这个字千万不能写错 意就是非常的 超扬 善就是丰富 这个字很多人 那个背边常常写着目字边 各位目字边是 往前看 所以你要只要称赞人家的 学问丰富 丰善 丰富 什么都用这个字 背字边的善 常常写错字 这个字 排版也常常排错 所以李白也梦过 来再看 我们这个朱姐的老师 很有意思 他蛮喜欢这个神通的 你看看 我上礼拜才说做梦 对不对 我没有跟你讲做梦 我没有讲说 我记得我讲说梦造熊皮吗 梦舌之喜吗 我说有时候我们在沾梦之树 你看看 我不只说我看到 你看我们朱姐的老师 也一系列把你摆在来 我们等一下再回头讲这个 说贩子 各位宋史 一个是唐代的 一个是南朝的 你看每一代都有这种人 贩子出生的夜晚 他的妈妈梦到神人授予五色笔 于是九岁能够做诗文 十三岁至上书 等等等等 你有没有好羡慕 老师我苦得要命 现在什么都没有 今天晚上上的这个典故以后 五色笔天晚上纷纷丢下来 丢在每一个人的梦中 好好去抓 你不要去抓宝可梦 浪费青春 Ridiculous 各位想不想知道台湾 或是我们东方人 我不晓得你在马来西亚 在东南亚 我想只要福建广东人所在的地方 恐怕也有抓州 抓州 现在人以前抓州的习惯是 你把东西吊在这边 小孩子拿什么来吃 以后走什么路 算盘 笔 什么的 算盘以后做生意 拿笔 以后读书 所以我们常常讲 小孩子 南云三要说 道座 道座 这个字我要写了 你要想到这边 周罪 你这个字一定要记得 周满月 一年 你知道这个周 请记得周 我们这个周跟那个周 因为上礼拜被人问到 不是在这边 我在演讲的时候 被人问到这个字 这两个字 我今天一提示 就好像昨天我们讲那个当 难免你们出去 也要被人家问 本来最早的字 就只有那个周 朝那个周 后来我们这两个字 有约定俗成的用法 各位有错步的 有错步的 就是你会寻回一遍的 比如说一周有七天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他会寻回回来 星期一又再出现一次 用什么 用错步的 公告周知 普遍的范围 大家都知道了 就不要用错步的 懂了没有 我请问 一个学校有校庆 一周年 两周年 三周年 要用什么 要加错步的 因为今年过后 明年的同样 这一天也会来 各位 那个常常不是 百货公司 有周年庆吗 错步的 只要寻回回来的 你就记得这个 其他没有的 你就是周遍 周 周知 都用那个周 所以我说 抓周 很有意思 我们说土贼 基本上那个罪 就是这样 好 土贼那一天 古代是没有了 古代 现在我们常常说 吃寿命 小孩子怎么叫寿命 他就会 所以我说 古代的习惯到现在 你只要看看 那个 那个 请见 我想在马来西亚 也许 喜心分唱 你会给人家 请见 喜见 他后面都会写 生日 东方都喜欢煮面 而且夹面的时候 你让面线 要夹的 长长的 直直的 不要断 长寿 长寿 那小孩子 他会写 汤饼燕 汤饼 又讲到 昨天那个字了 汤饼 你如果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 那个孩子 我们说 节制汤饼 节制汤饼 我请问 我上次说汤 什么意思 热水 请问热水里头 有饼 是什么东西 古代有现在 烘烤的饼吗 没有 面疙瘩 面粉挪了 大麦 面粉挪了 以后弄成 一个一个放下去 捞起来 所以你看看 小孩子的生日 要请客 或者说 古代生日 古代不是当天 宣告 因为他 医疗设备不好 怕你这个 今天讲明天 就夭折 很麻烦 所以常常有 三日喜而失 三天之后 这小孩安全了 保证他存活下来了 我就会公告周知 我昨天这边天丁了 生了一个女儿了 生了一个儿子了 所以他这三日 他会宴请 各位 有个人在宴请的时候 在替他卑鄙洗澡的时候 就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三次是不是在这边讲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辈聪明误一声 为怨孩儿于且老 这个于且卤 无灾无烂到公亲 各位这是昭云 苏东坡扁到黄州 昭云替他生了这样的 一个小孩 叫做苏盾 知道他的盾 就是囤在一个错步 苏东坡正好被贬 他就找这个婴儿开玩笑 你看那个第三句 我愿孩儿于且卤 儿子啊 希望你 so stupid and foolish 无灾无烂到 你就可以无灾无烂到公亲 其实他是irony 骂那些公亲 都是于且卤 各位正好是 三天的喜而失 所以你如果读到 东坡的这一篇 他就叫喜儿师 他就叫喜儿师 喜儿子 出生三天 才公告 知道 所以那个喜儿 古代也是一个 然后他就会说 我家里节制汤饼 各位大人 你会说节制寿面 小孩没有叫寿面的 小孩子就汤饼宴 各位热水 哎呀面粉 下去捞起来 阿晴到家吃吃吃 所以是很客气的说法 节制汤饼 现在看到汤饼知道吗 你们知道 老师 他家里有煮 准备汤 有准备饼 我们就去吃 一吃就是一个 面割打给你 就面 成人才是 所以 所以我们说 小孩出生 对小孩的照 大家都是这样 所以你做梦 甚至于抓粥 你喜欢 你梦见了五色笔 你抓了什么 就说这小孩 以后走哪一个路 走哪一个路 好有意思的东方民族 我想我没有听过 西方有抓粥不抓粥的 所以我那天讲了 如果人家家里有 伤势 你说去送 处境 还记得吧 我讲过的概念都不要忘 因为到时候 你看碰到 你就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说 这什么意思 有些字典 并不会把这个 人事的东西 讲得那么清楚 因为你只看到了 处境 没看到紫境 我们就讲抓粥 好了同样的道理 人家这门小孩出生了 我去送 罪境 罪就是一个日 一个族 知道 人家他周罪了 我去给他 贺礼给他 包个红包给他 就会写 最近 知道 所以我们有时候的用语 我是告诉你梦 然后我们现在 再次讲了 梦到的大雄是男孩 梦到的蛇是 你要做梦梦很多 你梦到的大象 吉利的 你梦到了出家人 给你这个小孩 一辈子平平稳稳 梦到五色比 就是非常有文才 你看 一代一代的史书都这样记 所以大家就以五色比来比喻 非常有文才 这个典故 怎么样 今天晚上想不想入梦 从来一辈子没有做梦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的有时候怀孕的女生都很紧张 老师 我下礼拜就是临盘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我一点梦都没有 他有点失望的样子 因为古术都告诉你 梦这个梦那个梦那个 我这次好像是讲梦灵的时候 讲到这个 我说没问题 你就顺利的生小孩 母子平安 母女平安 很好的事情 因为 你去查一下 应该是中庸 还是那来讲一句话 自人无梦 自圣自人 到了一个自圣自人 我们讲为上至以下于不于 我们说最有智慧的人 没办法教的人 我们没办法改变的 为上至以下于不于 没办法改变 所以到了一个圣人层次 成章 没有负担 心胸 没有任何得失 够宁静的心情 你这一辈子才不会有梦 所以在座 有没有人告诉我 这一辈子都没有做过梦 来 没有做过梦的请举手 都没有做过梦 I hope so but I don't think so 好 我请问你 如果你不相信 想不想继续听梦 要梦就把它说一遍 把它说完 下一次碰到梦 我告诉你 对中国人的梦 大概有几个角度来看 都是江烟梦比了 害得我要说这一段 跟我们常常通常讲是 这个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 哎呀你白天怎么想啊 晚上果真梦了 Really 真的这样吗 各位不相信你现在梦 你开始梦佛祖 看他今天晚上来不来 你别到那个层次 他不会来的啦 未必如此 但是中国人希望是这样 因为人生就有生离死别嘛 你离别的人总是想念对方嘛 他入梦以后你就想 啊也许到了 所以古代写梦词啊 昨夜裙带姐 今朝夕子飞 千花不可弃 莫是搞珍规 昨天我梦见裙带姐了 因为结婚当天 先生会帮你姐 然后呢 席子飞 那个喜鹊 或是吉利的那些 从在你空中飞飞飞 在你家里飞 千花不可弃 我要好好的打扮自己 因为莫是搞珍规 各位搞 是你睡窝的席子 真是你剁菜的珍板 先生好可怜哦 你是太太的珍板 也是太太的卧席 难不成是先生回来了吗 好多这样的事情 连个眉毛跳也要来 不知道什么好预兆 我的眉毛跳 我跳 莫非是喜事 一一来的 眉毛跳也要来 这是人类 真是莫名其妙 到几点 所以我告诉你 日有所事 夜有所梦 不见得 我等一下才宣布答案 我告诉你 好第一个状况 第二 我们讲现实生活 不能满足 你要梦 来告诉我什么成语 我不能考近试了 我就希望如何 我不能做官 我就在一个树下睡 睡到蚂蚁洞里旁边一堆 哪一个 黄娘一梦 有没有 一个儒生 对不对 不是上京赶考吗 一直想要公民吗 他就睡在一个旅店 那旅店老板 在骚房的时候 你睡一休息一下 他做梦了 考上公民 状元基地如何这般 一醒来 那个黄娘还没煮熟 何其虚幻 一个是在蓝柯树下 蓝边一个树下 然后做梦 然后做的这个官 蓝柯当的太熟了 一醒来 在蚂蚁洞口 一只蚂蚁下 洞口 一树一栗都 蓝柯一梦 黄娘一梦 现实没办法 我就做梦来满足自己 那个叫做 甘过瘾 真的甘过瘾 你知道真正梦 经过所有全世界的医学界 全世界各国都因为对梦都很好奇 开始分析 然后看你做梦的状态 从动物来看看人 结果梦的答案是什么 知道吗 梦其实是人心里的发泄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 奇怪 我在做梦 然后梦到很倒霉 后有追兵 追了 我就一直跑 跑到了最后 面临了悬崖峭壁 糟糕了 后有追兵 前有峭壁 实在没办法 究竟要如何这般 结果没想到地震 把我给下去 然后一直见证 好事好事都去 哗 下来 整个冒好可怕的梦 各位到那个层次 你告诉我 你的心情 有没有very comfortable 你每一次做梦出来 有没有感觉到心情 就等于发散发死了 所以梦在医学界的诠释 我现在讲文学医学 文学绝对没办法被科学 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 每件事情都被科学 那种文学的想象力就没有 所以你就尽量去梦五色比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医学的看法 所以医学告诉你 不管你的人生做什么梦 喜怒哀乐 很紧张的梦 都是情绪的发泄 因为你白天要读 利翁对运 晚上要读试书 然后明天要读这个经书 我的天啊 压力好大 稍微梦一下 没有关系 发散 来 来极乐式以后 从来没梦的请举手 各位那是第四个层次 至圣无梦 你已经到达圣人境界 所以梦不能够干扰你 人世的一切负担 得失优利益 都不会影响到你 各位那时候绝对没有梦 因为你没有期待 你不会期待说 我这一胎是什么 那一胎是什么 你不会期待 我今天考试如何 你不会期待 有人五色比给你 你不会期待有公民 你不会期待人世 都没有了 一切很平静 没有梦 所以每一次 学生妈妈在问我 学生做妈妈了 说老师我没有梦 我说非常祝福你 你这一胎是圣人 好好去生 祝你母女健康 母子健康 他们果真好欣慰地离开了 看到这个梦 看到那个梦就为什么 好多象征 好多象征 以后文学上碰到梦 请记得 我可以告诉你 人绝对会继续写梦 一定会梦下去 因为太多的名利太诱惑人 人就在那边天天追逐 一个是名之传 一个是利之传 来来往往 所以你的梦一直做不完 怎么样 今天听了我的课 晚上要不要五色笔 老师听得这样 我五色笔也不要了 最好没梦 如果你真的到这个层次 够宁静 I do hope so 我也希望如此 我的老师曾经跟我们说 他到一定的层次 梦见了两个人来找他 一个叫黑无常 一个叫白无常 如果你相信的话 我的老师怎么算 人家都说 如果你有时候算命 我举这个例子 非常不一定 就像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有人就告诉你一句话 无意怀人偏入梦 我不想的人 你今天都不想 我就叫你想 你就去想 你期待的孔子孟子 看看今天入梦 他就不入梦 你不期待那个人 偏偏 晚上on the pipe 在那个管子里 敲你三遍 所以无意怀人偏入梦 没想到要去怀恋的人 偏偏入梦 有心 待月 未当圆 你刻意的 存在一个心 等待期待越圆 偏偏那就不越圆 越缺的人还是多 这就是人生 知道 所以你没有美梦 不要急 someday 人生就是太多的不如意 无意怀人偏入梦 有心待月 未当圆 所以你会 以后继续看很多梦 所以我们那老师 看到那两个人来 他就跟黑乌场讲一下 黑乌场三天就离开了 白乌场 他长一个礼拜 我们老师自己写 吴运师 他一个题目叫吴运师 我们上个的时候 讲给我们听 我们老师 所有人跟他算天命 都是68岁 我的老师离开人间的时候 是86岁 所以各位 上先天的命 可以用后天的 运 我们讲命运 运是后天 你可以用后天的 我昨天讲的善恋善行 来救你先天的命 你看多少那些 你看媒体在报道那些 飙车如何 好可惜那个年轻人 相貌堂堂 你天生有那个命 却你后天在做那些 危害你生命的 那些事情 当然人家叫你走 天命给你也没有用 不过千万记得 千万记得 我不懂佛学 他们说如果天命 给你多少岁 你没有吃到那个天命 各位请记得 所以不要轻易伤害你 伤害你自己的生命 你绝对不可能上殿堂的 你因为你还没有回馈 好好的回馈老天 给你的天命 所以有天命要珍惜 天命不足 后天的运来补 每次听到老师在讲这个 我点击在心头 六十八变八十六才离开 你知道他怎么跟白武厂说 我还有那个王卫勇的论文 还没有看完 我还有什么人论文还没看完 他牵挂的不是他寿命长短 牵挂的是他的学生 还没有培养 他的学生还没有口识 他的学生如何这般 现在你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身边 随时要有指导的研究生 因为我随时要跟他们两个打商量 我这般还有 汉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毕业 汉学院的学生还需要听我讲课 拜托拜托 我再让我多活节 假我已数年 五十亿学艺 可以无害艺 孔子有没有说过 再给我多少年 我再来读艺 艺要到一定的年纪 看见了人生 你才知道那个义挂的玄妙 这样子我就可以无憾了 孔子也曾经这样子期待过 所以说了梦 我在说这个道理 请记得 你有梦 你喜欢沾梦 你看到这些梦 固然你就笑一声就好 完全都没有梦 也不要难过 因为那是非常高的境界 江言你真的害我讲那么久 我们看下来第五个注解 十相词 这个十相词是 辽道中的时候的一个消失 它小字观音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佛教信仰 你不要以为只有汉民族 佛教信仰 如果你知道像菩萨 我说过从绵甸 传过来 从印度传过来 你不要以为只有汉人的世界 我们当然是以儒教为准 可是外头的世界 它怎么样修身 也有它的方法 所以你看辽 辽是在我们的北方 知道 然后知荣观觉 公思文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观音菩萨 北方的观音菩萨 南方观音菩萨 有时候不太一样 那个性别 我们这个南海观世音菩萨 我们这边造的像几乎都是 可以说一律都是女的 有时候北方的那个观音 还是一个蓝的样子 知道 所以你不要信仰这个东西 或是每个人的取向 因为本来它就没有像 只是你假如不挂一个像 这边好像没有尊严 所以我们的极乐寺 不是也有那些佛像 你在的时候我们就很虔诚 因为有个形象让我们膜拜 其实照道理的 是很多东西 它不假借这种东西的 你到日本的寺庙去 如果你知道日本的 这个人种的来历 你就知道 日本寺庙是没有这些像 有像是后来在弄 你知道传说那个 这个许服带着童男童女 到那边去 没有回来 因为他发现了人间的 另外一个蓬莱岛 死亡胖太区 他们停留在那边 后来死亡觉得说 你到了一个蓬莱千岛 竟然不回来 又派一队要来追杀 要把他找回去 所以他们就讲 这个许服 这个相貌就进行 本来大家非常感谢你 但我们这落地生根 有了这个民族 抱歉 日本的朋友一定是说 他们是天皇受给的 这个我们讲日本人的来源 我们的古书这样说 我先说这种来源 日本学者也有一派是我们这样说的 所以为什么日本的寺庙 就本来要感谢 要感谢 徐湖都要去徐湖坐下 来 来 这个 纪念他 感谢他 可是又怕 后面来的人 把徐湖带回去 所以日本的庙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 静游心身 也许一面镜子在那边挂着 你就坐在那边 然后就想想 你的所作所为是怎么样 是啊非啊如何这般 靠你自己超然的修道 他不借助那个像 我本来说的也是 本来就没有那个像 可是我们一般的人毕竟会跟太浅 所以你一定有个像 有时候是一个菩萨的像 有时候是地藏王的像 有时候有些罗汉的像 让你知所恭敬 进退之间有奋济 是这样 所以我谈到 你不要说 奇怪了 辽太的 他们也知道观音 本来观音就是一个 大家都可以有的境界 只是你要好好修 然后你一看下去 公事文探言论 制作歌词 善于琵琶好音乐 当时林观 各位林观当然就是乐观 表演乐舞的人 赵维一得势左右 就是在他身边 然后泰康初年 公碑善登跟教皇 艺人朱鼎贺 巫皇后跟赵维一师通 这是非常恶劣的造谣 本来教导他们 林观就教导乐舞 各位是这样 我们通常一般来讲 朝廷为了让大家有个 不论是严雅乐 不管休闲乐 在唐宋以后就有所谓的教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本书 叫做教方记 崔令清做的 崔令清 那个山 那个崔 命令的令 清静的清 崔令清做的教方记 你看看 在唐代有多少的乐舞表演 你看这本书就知道了 有支曲的 有读曲的 有什么曲的 教方记 所以你看到教方 基本上就是 朝廷的音乐机构 有时候是皇上会自己教 像李玉就自己教那些 教方子弟 因为他懂音乐 所以这个诬陷的时候 这个教舞道的这个人 跟皇后等等 然后令成苏密使 各位你看到苏密使 就长有五权的 基本上就是国防部 类似现在 耶利与新 知道以后 令人做了乱情 乱情诗 石箱子 污害消后 所以各位 五色笔 是正面的授给你 让你有文采 石箱子是 未造的 害人的 诬告别人的词 所以他给你做相对 懂了没有 知道 一个助你 一辈之力 让你有文采 一个是让你 身败名裂 所以 李玉 把他拿来对比 所以以后 你看到石箱子 不要以为 他是 好美的字眼 石箱很好的字眼 可是这个故事 却非常的 极绝 好多的宫廷 各位 我昨天也讲过 李玉 换太子 也是这样 诬陷了一些事 戏在眼 当然都要报公办案了 这有空我再说 现在五色笔 石箱子 有没有概念 原来是这样 以后你看到五色笔 有正面的 那个笔被收回来了 就将人裁进 石箱子 就是创作那些 起你的言语来诬陷 皇后 不守复得 非常可恶的行径 泼墨 对船只 泼墨 听过人家泼墨话吧 对不对 在台湾 如果你来台湾 在这个环境 我们有个大师 专门叫泼墨的 荷花 画得很好 什么人 张大千 我们常常早年讲 南章北谱 在南方存在的画家 张大千最好 他后来曾经到巴西住 现在在摩耶金社 在故宫对面 我都去参观过 他也曾经在敦往 敦过 画那个千佛洞的佛像 张大千也发过 张大千 泼墨 墨 泼洒 但是画镜很美 那么知是主 这个酒句 一个是泼洒 毫不拘束 一个是酒杯 知 以虎桌 究竟于还 你如果唱那个 仓庭外古道边 也有这个 传知 就是传酒杯 他说这个 古代酒句 这个 传知就是传酒杯 如何 一个是没有 无拘无束 传酒杯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他解释了 他引用了那个 谢灵韵的诗 传知弄心声 各位我记得 我上次跟你讲 那个调效令的时候 有讲过 对不对 几股吹花 到那个地方 那个花停了 你就酒杯要喝 喝了以后 你再传下去 所以在艳客的时候 很有次第的 传那个酒杯喝酒 一个是毫无拘束的泼墨 一个是肯拘束的 一杯酒一杯酒传 所以这是行为的对比 知道 泼墨 不拘束 不要受某种技法 菩萨 各位看过这个没有 有些画家真是厉害 信来 他顺着一个木头 就雕刻这个样子 顺着一个木头 他就雕刻 我家里也存了达摩 木头雕刻达摩的样子 也存了弥勒佛 的那个样子 我家都有摆这些东西 一看了 天天看着他 大度人容 容天下然容之事 笑口常开 笑骨尽可笑之人 知道吧 弥勒佛的对联 每一个 所以你就顺势这样雕 各位那种 基本上都是 泼墨的画家 我不要哪一种规矩 一定这样这样 如果你是瞄的 这幅画我这样瞄 然后各位 那就是有拘束的 所以传之 是有 就在这杯酒里头 我们传递 到什么地方 你做事 什么地方 就像趋水流伤 流到你这边 你就喝 喝完了以后 这个就继续放下去 让它飘 一个是没有限制 一个是有 限制的一个规矩 所以要泼墨对传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下诞歌再说 好 下课 下词